绿色字太小 原来这么小 怎么办 Ctrl 加 这个还蛮好用Ctrl 减 因为这样的话 编辑起来就至少看的比较不会那么辛苦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后面还需要加一些中文 比如说我今天需要做Print 这个加总的结果或者A加B的结果 冒号8 所以我希望在前面加个什么 加个叙述 特别注意 在Python里面文字的话是双引号或单引号 也就是你打单引号跟双引号都可以 当然看个人 我的习惯是用双引号 为什么 因为我在其他城市都用双引号习惯 所以我这边也用双引号 但是你们看很多书本里面都用单引号 你不要觉得奇怪 两个都可以 两个都可以 只是看个人习惯 那我的习惯是双引号 所以我以后都用双引号 OK 那你千万不要一个单一个双不行 一定要两个都一样 那比如说后面的话我要加什么 加总结果 尾 后面的话我就加总冒号 然后这样的话一个双引号 不过你会发现有个问题 我先把这个复制一下 执行的话它会出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呢 就是说这个UTL8的编码错误 为什么 因为Equibus现在是装Windows版 那Windows版的话呢 Windows就是跟人家不一样 因为它很大 所以它其他的软体公司 像Google啦 或其他的像MySQL里面 PHB都基本上都用UTL8了 但是微软就是死也不要跟人家一样 为什么 因为它很大嘛 想说你们都 你们很小嘛 所以我为什么要跟你 你为什么不跟我一样 对吧 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会有个问题 那怎么办 很简单 因为这个是Windows版 所以如果将来呢 你安装的Equibus是Mac版 或者是Linux版 就不用设定 但是Windows版要 为什么 因为你在Windows 那设定的方法记得 在Windows里面 一样Prefer Nis这边 刚刚是在PiDiv 请会注意一下 不是在PiDiv 在最上面这个 General这个 点开来 里面会有个Workspace 就是我们刚刚的开发环境里面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下面有 最下面的地方有一个叫什么 它的Test File Encoding 就编码方式 有没有 它预设就是用MS950 实际上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叫BigFi的编码方式 OK那怎么办 很简单 下面有个Other 你就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UTF8 那编码就不会错了 不然的话以后 很麻烦 你如果要在Windows版的Equibus 要Encoding成UTF8 你要再加一些叙述 很麻烦 不如就直接改这里就好了 OK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的话 这个Windows版才要 如果你以后像之前有别的 一般是用Mac 他们用Mac开发 就这个Mac上面的那个Equibus 就不用设定 这个要在这里 General Workspace 里面的这个Other改一下 然后按一个Apply Close 好关起来 好 不过你会发现 本来是那个MS9 BigFi 转换成UTF8了 它就变乱 所以怎么办 重打一遍 重打一遍 没办法 OK 我刚本来有复制 我想说直接贴 结果它没办法 OK好 那直接重打一遍 这个时候的话 我就把它执行一下 看OtherF8呢 它会出现错误 刚刚的错误不在了 它不是U 所以接下来 以后请各位 慢慢习惯一件事情 如果你程式有Bug 它会告诉你为什么 所以再来 你将来要学Python 你可能要慢慢学习 怎么样跟他相处 他如果错了 他会告诉你 所以以后的话有错 请各位先看懂下面的叙述 不要有错 老师 老师 然后每个 我每次都说 同学这上面已经告诉你 错在哪里了 请你要学习 看懂 以后就不用叫我了 OK好 因为除非说那个问题 你真的看不懂 OK 不然 不过理论上 大部分出现的状况 你应该看都看得懂 只是说它是英文的 它不是中文的 它这边关键字就是 冒号前面是最重要的 它跟你讲说错在哪里 错在type type是什么 资料形态 有没有 L就是错误 就是你资料形态错误 好了 第一个线索 感觉好像在那个办案一样 柯南办案 第一个线索 他提示给你 那你要 错在哪里 形态 我这边加这边 有什么错呢 你又要看到 后面他还跟你讲说 他说能够加 把它串接stree 没有 stree是什么 就是字串 文字 文字的话 你一定要提供的是一个stree 他说nat int的话就是数字 他已经告诉你了 好 详细说明 意思是说 那应该有机可 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边意思是说 这边是一个文字 串接 这个意思是串接 你两个要串在一起 可是后面这个是什么呢 它是什么 三 是一个整数嘛 整数就int OK 这个也是int 所以int加int还是int OK 所以那个 龙生龙 凤生凤 OK 反正两个加在一起 就是一个整 可是如果你要两个串在一起 那不行 怎么办 记得 你要把这个后面的那 转型 转型的话 意思是说 你要把数字 本来数字是八 你要变成这样子 什么 变成这样子八 才能跟前面串 所以你要怎么转 这个观念其实不只是这里 其实任何语言都一样 连ysail里面都有 ysail里面如果你形态不对 两边v栏数也是会比对不出正确的结果 所以怎么转 很简单 它这边有提示 也就是你这边只要多做一件事 在A1S前面加一个STR STR意思就是strim strim就是自串 strim的这个STR是把什么呢 数字转换为文字的一个函数 那我这个函数把它包在外面 这样子的话 它就把八转换成文字八 那再跟前面串 这样子就OK了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把它执行一下 这样子应该就OK了 17加总冒号是不是八 有了 OK 那未来当然 我建议各位 你跟那加有没有 那也可以减 也可以什么 乘 也可以除 甚至你后面随便打一个 反正你再加一个C 加一个什么都可以 然后另外一个什么 除除 除除是什么 你自己玩玩看 还有另外什么 还有一个person person percent 就是百分比 percent的话意思是什么 对求余数 OK 就是三除以五的余数是多少 OK 那你自己可以把结果秀一下 或者你甚至可以把这边稍微改一下 OK 好 所以